欢迎总统先生访问中国 并出席中亚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 今年是中突建交六十周年 六十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突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彼此支持 副写了发展中国家风云同舟 守望相助的生动篇章 我非常感激烈在这个历史的计划 它是非常有意义